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行爆破 将其四个坑道口完全炸毁 根据俘虏所供述 炮台内有敌三十一二团 公安营 特工队各一部 共八百多人被炸死 烧死 温死 战后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 当时越南同登法国鬼屯炮台下面的地下坑道 到底被163师的487团和489团炸毁时 有多少越南人被埋在了里面 根据当时在战场上了解的情况 大致是这样 在战场上根据越 南翻译向同登一带留下来的越南人了解 在1979年春节期间 同登的居民开始大规模地向南撤退 包括牲畜等能带走的都已经撤走 中越双方早就知道 同登在开战后必有一场恶战 此地必是双方争取多的一个军事要塞 因此 越南人在春节前后 已经把大部分的同登居民撤往亮山以南的地方 展开权文在此同时 向同登地区前移的都是他们的部队 有部分并进驻了同登的民居 这些都是当时越南翻译所了解的情况 因为有一部分的翻译 就是来自于边界上的边民 他们都有很多亲戚在同登地区 打起战后 他们都很关心他们在同登的亲人的安全 所以到达同登附近的时候 他们都四处向留下来的越南人 打听他们亲戚的下落 当时那些翻译都很高兴地告诉我们 他们在同登的亲戚和大部分同登的居民早就撤走了 战后我在1993年在广西公安厅的安排下 再重返 我当地区探望烈士陵园战友的同时 我也去了当时我们的边界阵地 包括米奇和19号戒碑一带 去米奇的边民告诉我 他们在同登的亲戚 在79年战争期间 基本上都安全 根据以上的情况 我认为当时同登的鬼屯炮台 地下坑道里 不应该有太多同登的真正老百姓 而且作为一个军事要塞 也不可能让太多老百姓再战时进入 另外有一个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更重要的情况 2月18日 也就是开战后的第二天 当时部队接到命令 根据情报 越军在亮山和太原方向 调集了四个步兵师和两个炮兵旅 向同登反扑 企图救援第一天就已经被围的越军邀二团 根据最后唯一在洞里逃出来的越军交代 洞里的部队有越军邀二团的 有从太原来的越军二团的 有四十六旅独立团的 有公安十二团的 也有炮兵六十八团和一六六团的指挥所 其他就是同登地区的官员和个别从量 山赶来的官员主要是负责后勤补给的官员 起码超过一千人 这个被服越军军官的说法可否相信 我们无从考证 一九九三年当我回到米奇时 我也曾经向那里的边缅问及 据他们说 他们在同登的亲戚说 战后的坑道里是挖出了一千一百多具尸体 可信吗 老实说 我们也不知道 至于同登一带 为此荒凉了十五年 主要是越南人在同登和亮山给打狠着 担心有那一天 我们的部队又在过去再给他们一下 那是害怕 不敢重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